上一期说到和圣和最佛系的一位座馆陈安 在重年大黑水深火热大环境之下 半推半就的当上了社团座馆 为了不惹祸上身 任职期间一直隐藏幕后 天天在拳馆闭关 连同门成员都很少见到他本人 今期呢我们来讲一讲 圣和拳弯某人拳弯泽 拳弯泽原名何泽 出生于50年代的香港新界魁友 自幼不学无术 在恶势力横行无际的时代 无法逃脱命运 成为了被感染的一分子 成天混迹街头 搭上了小混混 而且呢他的脾气暴躁 凡是不顺心就用拳头说话 常年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令到满怀大志的何泽 无法释放心中燃烧的怒火 他为了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 未成年史就搬入了和圣和超级大佬 沙福的门下 踏上江湖不归路 沙福在社团内一世出了名的大财主 在西九龙管理着不少的夜场 旗下出了名人多叠马 并且呢近年来在澳门赌厅 混得是风生水起 很多门生都能够跟着他 过澳门捞一笔 身家丰厚 在社团内的地位甚高 何泽失出名门 自然是底气十足 原来脾气暴躁的他 如今更是目中无人 只要能够办好事情 不惜用任何手段 日常呢除了一些看场之外 何泽还跟着傻福到处拓展地盘 每次都手当其冲 在前面为傻福保驾护航 导致伤痕累累 但心中对于傻福满怀恩情 无怨无悔 有一次傻福在拳弯 为抢夺小八路线的管理权 与另一个社团联姻社 产生了利益纠纷 双方晒马 均超过八名门生 脾气暴躁的何泽 持刀挺在了前排 最终没有谈拢 发生了打斗事件 勇猛的何泽 冲上去见人就看 大打四方 乱战当中 傻福不慎被对方大佬 砍掉了一只耳朵 当场喊出了杀猪的惨叫声 随后何泽见此情况 立马就退来保驾护航 将傻福身边的对手赶跑 随后将对方大佬 追到了一条村口 将他无情地砍倒在地 他旁边的几位对方的门生 都纷纷吓到不敢轻举妄动 拖着倒地的大佬 就慌张撤退 也就是这一战 何泽打出了名堂 在江湖上享有名气 傻福更是视他为心腹 何泽凭借着义父 好身手为社团贡献良多 很快就晋升为红棍 成为了金牌打手 手下门声越来越多 在拳弯闯出了一片天 一手包揽拳弯拳弯 拳弯众多的夜场地下赌场 不过呢 与盛和拳弯另一某人 声音轻为利益纠纷 互相不妥对方 由于是同门 不会将事情做绝 但是呢 心里面始终是不认可对方 除了拳弯的势力范围 何泽还跟着傻福过澳门发展赌业 在豪江插旗财富源源不断 如今财雄势大 被内部成员称之为顺和超人 跟着他的门声大部分都混得不错 何泽虽然是混黑道 并且呢势力庞大 但一向守着江湖规矩 一旦是对方破坏规矩 必然是一锥到底 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当时心一安势力如红 何泽与他旗下一猛人麦高 又过一段江湖恩怨 当时呢 何泽因红看一块地皮 与麦高争执不下 发生了纠纷 脾气火爆的何泽就对对方产生了 肢体冲突 差点产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后来在双方高层的直接沟通调解之下 才化解了这一场斗争 双方都各退一步 利益平分 几天之后呢 何泽在拳弯遭人埋伏 身受重伤 险些丧命 幸好最终逃离了现场 保住了性命 事后发现竟是麦高所为 顿时怒气冲天 大发雷霆 伤势还没完全恢复 就带领着超过两百门声直奔对方地盘 麦高收到疯 立马聚集过百门声 准备对垒 何泽来势汹汹 双方见面时 气氛沉重 成不住气的何泽率先动手 势必要将麦高打倒在地 一路冲过去 见人就打 不久之后呢 对方人马见状 状况不对 便开始四处逃灿 麦高呢 则是早已经不见人印 经过了此战役之后呢 何泽名气打增 成为了全文化石人 江湖人称全弯泽 后来呢 全弯泽门下也出了众多出色的门声 他的势力在圣河内部属于全弯县 专出达载 这无疑成为了帮中势力最为强势的一方 旗下有猛人 ETB 野仔 少航 黎县勇 妙街郎 等等 堪称是全弯泽坐下的五驾马车 为其保驾护航 另外 左敦之虎 英杰也是在其范式出测不久之后呢 从大飞门下转头 全弯泽门下 在左敦一带 经营夜场 在2012年底 曾经想竞选社团作馆 但是由于他多年来 没有为社团做出明显的贡献 遭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英杰呢 仗着背后有全弯泽和大飞的支持 不以为然 自信回应 质疑他的同盟 今时今日 想做作馆 跟以前不同 其实个个都可以做 他只是一个象征 就等同于一家公司的CEO 真正画室的始终是背后的那位阿公 现在作馆 你不是说够凶就可以的 最重要的还是你与各方面的人脉 同行先生打好关系 一定要把各方面的协调好 懂得排解内外的纠纷 后来呢 由于内部分化 元老决定选出四位画室人 但是却不见英姐的人印 各方势力都有着自己的代言人 利益平分 避免自相残杀 2019年新上任的四位作馆 分别为上航 智权 四眼康 金融赵 其中上航就是出自全弯泽门下 早年的跟着全弯泽 过澳门发展赌业 近年来呢 在旺角油麻地开设了多家麻将馆 表面丝丝纹纹 为人低调不惹事 与各方的关系良好 在台前为全弯泽代言 全弯泽近年来 则是转为低调 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大隐于事 但其势力之强势 仍然未缩减 依然是如晴天柱一般 支撑着圣河这一庞大的社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